社会福利局因为技术问题 延迟发放11月份的援助金 给受惠的群体招来批评 副首相兼妇女、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南斗斯里旺阿兹杀医生 今天就保证引误的情况不会重演 政府将会确保援助金会在这个月7号开始 陆续会进全国48万4828名受惠者的银行户头 旺阿兹沙在部城国际会展中心出席活动后强调 社会福利局正在解决当中的技术问题 一切会在这几天之内恢复正常 福利局延迟发放11月份生活援助金 也引起前首相拿多斯里纳级关注 并在命子书撰文批评官方机构办事不利 导致将近50万名需要帮助的低下阶层受到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